各位好,我是大林里的居民 这个案子我希望在市政府跟你们多一点时间来沟通 让大家都很轻轻、规划,再来进行 那在这段时间我希望整个广直博案先把他整个开放成一个通言 那包括现有的住宅没有拆的先把他做一个充分利用 那这段时间让当地的所有居民都能先利用这一块 那第二个我比较建议的是长远旅逛来规划这一项 我希望说这一块去未来能结合捷印的开通 往直的这块地还有附近的整个一个大家来进行这个租根 把他变成新一区的top2那这个是用这种国际角度的概念来做一块 比较完整,台北市要竞争力要提升 希望充分利用这块地理来做整体思考 有这样的概念把未来台北市要整整体发展下来 才不会落差太大 那以线线来讲,新一区这么发达 那一个临近地区一个落差那么大 那我希望这块成为新一地区的top2 那包括未来,包括你早上第一场那个中央局长一样 那这样整个台北市才能做一个很完整的改观 那你今天再结合当地的四壽山 我们经常早上去爬山 从上面看下来,这块地就是非常漂亮 那变成说如果一下子就没有经过整体思维 那我想这是不符合现在的一个标准 那我希望说,第一个,跟你们重募沟通 那大家来共同来开发这一块 而且是从长远的角度去开发 从未来的台北市的发展 还有未来子孙的发展来开发这一块 那在这段时间,先把它整地 让公园聪吻大家来利用 那大概一个三个 谢谢 那我们最后一位红敏忠 红敏忠